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立法机构改革延长赛即将开打 蓝绿都打算进行全台宣讲 月营首场剑指花莲 蓝营从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出发 去年台湾诈气案件发生数 比上一年增加28% 民进党当局想靠打诈专法 加大打击诈骗力度 但民进党籍民代 却被诈骗团体开脱 遭质疑沈博洋是在帮诈骗犯 降低行动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宣称 花莲民众支持富冠其夫妇 所以要抵制花莲 此般言论遭岛内舆论痛批 冷血无情 花莲观光业者担心 这样的错误思想 恐怕已经对花莲旅游业 造成负面影响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天奇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据外媒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的高级官员 普拉内瓦迪声称 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 部署更多战略和武器 以对抗中俄等美国的对手 对此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回应表示 美国应该停止破坏 国际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体系 报道称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告诉塔斯社 美国应反攻自省 致力于做正确的事情 应停止破坏国际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体系 降低核武器 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为世界福祉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核武库 却顽固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为别国量身定制核威慑 投入巨资升级三维一体核力量 在军控领域大肆毁约退群 强化北约核联盟 扩大与盟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合作 发言人强调 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 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就不应该感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 下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架大陆民用无人机 8号下午飞越今夏水域 飞临至台军金门马山哨所附近 并且空投了船单 还在网络上进行了全程直播 此举也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关注 报道称该无人机为民用无人机 操作者称从大邓岛派遣无人机 夹带船单往金门方向航行 要给弯弯部队送温暖 祝贺端午安康 据了解空投船单内容 都是向台湾同胞小以大意 其中提到天下大事分酒必合的道理 写道国运兴衰 分和来往皆为中国 也用任祖归宗天经地义 赎典旺祖不可为也 奉劝台独分子回头是岸 船单最后还祝福台湾同胞端午安康 但如此船单却让台军紧张万分 据报道随后该无人机又飞往金门大学 金门县警察局丢船单 金门县政府表示所谓谴责 必要求县警局着手调查 表面上看没有事 但是实际上金房部都已经正经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无人机 如果能够飞到金门门岛 这就证明了 它整个金门它都可以飞进来 能够让它投下传单 后再发现你可以说 你根本不知道无人机已经零空了 台行政机构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提出了复议案 一旦赖清德核准后移送台立法机构 15天内若没有决议就会自动生效 就怕民进党瘫痪意识使出拖延战术 国民党拟定要继续坚守一场防堵 也会请韩国瑜紧速召开所谓朝野协商 除了在台立法机构继续争斗 蓝绿都决定在下周开始下基层 开打宣传战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6月14号开始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争议 展开一个月的全台宣讲 而且第一站就选在花莲 建制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傅宽奇 目的就是要在表决台行政机构 所提的复议案时对蓝白进行施压 议案的一个发起是傅宽奇召位 另外花莲人其实有非常多 希望能够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有听到人民这样的一个声音 所以第一个点选择在花莲 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 民进党当局计划由台行政机构率先提出复议案 并打算在复议案失败后 由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申请所谓视线 因此民进党这动作也被解读 是为往后的所谓视线战场提前暖身 同时酝酿罢免蓝营明代 对此国民党方面也寄出反制措施 我们将在22线市举办第三波改革座谈会 邀请我们的党籍立法委员到现场 为大家说明改革的重点 国民党方面表示 6月15号开始将从来清德本命区台南市出发 在全台22年市举行大型座谈会 宣扬台立法机构改革精神 在台行政机构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提出复议后 所谓朝野对立进入白热化 据悉台行政机构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提出复议案 一旦赖清德核准移送台立法机构 15天内若没有决议就会自动生效 就怕民进党瘫痪一事 国民党拟定要继续坚守议场防堵 请立法院院长来召开朝野协商 针对复议案的处理时间来做朝野协商 并且来确认是否要邀请行政院长来做说明 呼吁而且奉劝 民进党团不要再用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杯葛 面对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后摆出的七大理由 台资深媒体人谢寒斌质疑 这些理由都是荒腔走板 推测民进党目的就是要诉诸民粹 这七个理由还非常荒腔走板莫名其妙到极点 连立法院有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也可以当做理由 不是共听会了吗 其实你管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鬼扯的动作 那当然民进党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他现在就是要诉诸民粹 民进党动不动就拿民意说事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也拿出民调数据反驳 有超过五成民众支持台民意机构改革 而对于民进党打算到街头宣讲的动作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批此种做法根本是不负责任 街头宣讲只是一个情绪的动员 并不能把事情讲清楚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最好的做法是举办电视辩论会 民进党与国民党都启动下乡宣讲 蓝绿两党从一场站到街头 似乎已可以预见 所谓的宣讲犹如彼此宣战 对此中国时报发文警告称 若未来政坛的对抗更为激烈 只会激化民众对立 如何谈和解共生 民进党反对台立法机构改革的宣讲 虽然下周才开始 但私下早已动作不断 更企图拉拢更多年轻人 当下正值岛内毕业季 民进党及民代林仪锦8号到高中毕业典礼致辞时 竟宣传起了所谓青鸟行动 而他此番发言也被批示 企图政治介入校园 为杯葛台立法机构 通过蓝白版本的改革条例 民进党此前以所谓青鸟行动为旗号 煽动民众在台立法机构场外聚集抗议 8号民进党及民代林一锦 回台南出席高中毕业典礼致辞时 竟然刻意讲起了这场行动 这是一件正确的方向 对抗立法院 深远立法院 反黑箱反阔权 所以他们勇敢站了出来 应把高中生的毕业典礼 搞成所谓青鸟行动座谈会 更爱批的是企图政治介入校园 我们常常要自我反省 去确认事情的分辨正确的方向 也有在各地 火车站也好 像我们台南在文学馆 也有聚集不少的青年朋友们 林一锦越讲越来劲 但还没指出 她这番高谈阔论 没有引发现场学生的共鸣 有些人还直言 她把毕业典礼的气氛 搞得很尴尬 现场甚至还传出嘘声 林一锦的致词被批是洗脑学生 对此林一锦辩称是单纯举例 鼓励学生要常反思 而为了反对台立法机构改革 绿营目前对策 似乎想拉拢更多青年 声援所谓青鸟行动 但台媒调查发现 年轻人根本不买单 你有听过什么叫青鸟行动吗 没有 就前阵子声援立法院 在一起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有去 我不想要回来 台媒称 眼下能确定的 就是随机问的年轻人 多数都是没有去现场声援的 民进党本想借此次 一场外行动 重新找回年轻族群基本盘 但年初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已经说明 相对多数的年轻人 早已不挺民进党 台立法机构改革案 三读通过之后 台行政机构提起复议 引发了所谓朝野大战 台立法机构改革 台行政机构要复议 那么以后台立法机构 通过其他提案 只要民进党团不满 是不是台行政机构 也要提复议呢 卓仲泰给出的答案 让蓝营明代士怒火中烧 您才刚上来就已经提了一个复议案 未来您还会继续针对立法院所通过的法案 但是民进党党团不支持的法案 继续提出复议案吗 考虑的不是民进党党团支不支持 而是这个法案的本身 是不是经过正当的程序 合理的讨论 以及被社会共识所接受 这个正当程序是由你们来认定的吗 你们要指指点点立法院的立法程序 够不够严谨是吗 行政院自己当太上院一样 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案子 怎么会行政院在旁边指指点点呢 行政院俨然成为一个太上院 不满意不爽的话 就动辄提出复议 事实上根本是在阉割立法权 不折不扣的是行政获权 国民党今明代痛斥 所谓行政权逾越立法权 更是明显的行政获权 也担心未来 一旦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 民进党当局掌控的行政机构持续以复议 或是申请所谓视线 又或者赖清德拒绝核定等其他方式进行阻挠 会让台立法机构意识陷入空转 指引你但用故意 会担心加深潮也对立吗 奉劝民进党团不要再用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 来杯葛 想要制造冲突来杯葛意识 我想这对于 来讲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是 现在还有执政党当家闹事 我们担心说未来这个会不会成为 立法院跟行政院的常态 那如果这个成为常态的话 我想对于整个 运作会有产生很大很大的困难 台立法机构改革产生争议之后 台行政机构向台立法机构提出复议 台媒称民进党与所谓在野党关系 从对峙走向了开战 民进党团台立法机构总召柯建明 把矛头对准了韩国瑜 抗议韩国瑜主持议事不中立 未经协商就强行表决 对此蓝英明带讽刺 柯建明恐怕比较习惯过去密室协商的生态 对瞧不动韩国瑜感到生气 庆祝端午台立法机构不同党派明带 一起组龙舟队华龙舟 但明带们各划各的场面乱糟糟 划到太阳都快下山明带才上岸 我们不同的步调代表不同的声音 一样可以划到终点 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所以划船也不一样 听到韩国瑜是惊惧 台媒直呼那个男人终于回来了 在台立法机构韩国瑜收敛性格 一切照规矩来 但看在民进党团总照 柯建明眼里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韩国瑜是最后主谋者 假装中立 大家能够给他很多声量 掌声浪哲西民 据据针锋相对 就连韩国瑜日前前往所谓内务委员会 关心打炸法案 柯建明也看不顺眼 狂丁韩国瑜恐怕因民进党这会期 在台立法机构攻防屡遭挫败 已非过去八年完全施政的顺风顺水 也不同于王金平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时 有机会坐下来瞧 现在韩国瑜面对台立法机构冲突 用他特有的韩式幽默化解 也重视公开透明不黑箱 没有私下瞧的空间 韩院长的这个主持议事的公正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可能柯总遭的不适应是来自于过去 他没有去习惯这个议事正常运作 就是他可能比较习惯这个密室协商 他剩下能够表现自我的地方 维持他自我尊严的地方 好像只剩下政党协商了 民进党把矛头对准韩国瑜 就代表韩国瑜做对了 这就是一个政治上选举上的威胁 柯建明的不习惯让台立法机构剑拔弩张 就看韩国瑜能否顶住压力 坚持台立法机构改革 除臂革新 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请教一下 台北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廷 侯先生 韩国瑜不当台立法机构的侨王 柯建明就说韩国瑜主持议事不中立 没有协商 柯建明火气大 频频地攻击韩国瑜 您认为是不是因为韩国瑜按规矩办事 柯建明没有了侨的空间呢 在立法机构里面的桥本质上有两层含义 第一就是利益交换 这仍然是不会改变的 各个民代要争取自己选区当中的利益 要跟行政机关讨好处 其他的民代互相帮忙 彼此不彻轴 大家各自尊重 这部分是不会改变的 而第二个所谓的桥 就像柯建明当初所说的 为什么在马英九时期 民进党明明是占少数 却能够从国民党身上 讨到许多的便宜呢 就因为他跟王金平 不断地在做所谓的桥 这个桥在民进党看来 讲白了 就是冲突妥协进步 我发起冲突 你妥协 我进步 所以过去民进党 虽然在立法机关是少数 就是透过柯建明 不断地去跟王金平去做争取 那王金平主要是一个互大局的 或者他不是跟民进党对立 比较明显 因此往往就碎了柯建明的意 碎了民进党的意 往往是国民党的忍气吞声 换来民进党的扩大与嚣张 所以对柯建明来说 他玩这一套 已经至少16年了 他的所有嚣张 横行 霸道 蛮横的一切态度 早已成为习惯 因此在新的局面一开始 柯建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 暴跳如雷 频频对国民党发起攻击 而再一方面 也是因为情贼先情亡 对柯建明来说 当然必须要先把韩国瑜给打下去 那才有机会凝聚自己的力量 才有机会来应付其他的国民党人士 总而言之 这也是民进党的老招 先颇红 然后再颇粪 主要都是先把对方斗垮斗臭 自己虽然无法胜利 但至少自己在自己支持者的舆论阵地上 一定要能占上风 好的 感谢洪汉廷先生 8号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大战之后 民代声量调查出炉 第一名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而好感度排名前三 则均为中国国民党级民代 分别是谢龙介 徐巧新和韩国瑜 根据网络最新民调显示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大战后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以68737则声量 占据明代声量排行榜首位 其次是台湾民众党 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黄国昌 而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柯建明则排第三 民调指出 韩国瑜网络声量上之所以居贯 是因为蓝绿民代 在审议期间爆发数波肢体冲突 韩国瑜突破重围 顺利完成三读 表现颇受外界好评 另外 在民代好感度排名上 入榜前三名的都是中国国民党级民代 谢龙介第一 徐巧新位居第二 韩国瑜排名第三 而在声量榜排行第三的柯建明 仅在好感度排名上位列第十 该民调机构指出 持反对柯建明立场的民众 不乏是因为柯建明的誓言风波 其脱口而出的一句 花莲地震老天有眼 让自己累积了很多负面声量 以前叫做跳电 现在叫做异常 台南光电那么多 有没有异常 又学到一个新的名词 台湾东海大学地方自治研究中心执行长 潘兆明分析 谢龙介好感度第一名 是因为谢龙介愿意替国民党出征 台南艰困选区 有着打赖汗将的形象 深受蓝营支持者好评 再加上曾与韩国瑜一起 在台湾南部拼选举 累积了不少支持者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陈培渝 6号在台立法机构要求 台文化部门与教育部门 将闽南语所谓证明为台语 并宣称已是所谓民间共识 但岛内学者表示应谨慎讨论 民进党籍民代陈培渝 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播放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喊 有够水来的相关视频 闽南语水是漂亮的意思 民进党籍民代陈培渝问 台文化部门及教育部门主管 这是什么语 两人都说是所谓台语 他讲的应该是台湾台语 台语 你看你也说台语嘛 主席我可以冒昧问你一下 我讨斗来说什么以为 台语 陈培渝宣称 台教育部门词典 以及语文竞赛中 总是称明南语 教育部门始终没有所谓证明 他还宣称 多数民众赞成此举 要求一个月内提出相关报告 不过连自家民代也认为 语言不需要特别区分 用特别去把它变成台语言 语言就是大家使用方便 语言比较太多政治化 我想这一点真的没有什么 证明的一个必要性 而对于陈培渝的论调 台湾成功大学考古所教授 台邦塞沙勒表示 所谓台语代表的意思 是代表台湾本地语言吗 如果是 那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最早的语言为少数民族的语言 闽南语是否能够代表台湾这块土地 仍带斟酌 有岛内网友批评称 无聊的质询明明就是闽南话 还有岛内网友说 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吗 闽南语就是闽南语 除了台湾人之外 谁会认为讲这个是所谓台语 别把语言硬要政治化 对文化一点帮助都没有 有岛内网友直指问题核心点出 改革命就能改掉你DNA里刻印的 中国人烙印吗 另外针对台文化部门 此前也曾建议将闽南语客家化 所谓证明为台湾台语 台湾客语 郭台湾发言人曾表示 无论是闽南语还是客家化 都是中国的地方方言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搞所谓证明 不过是其处心积虑 推行去中国化的又一闹剧 改变不了深植于台湾社会的 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宣传这么些年 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指定好使啊 其他人呢 我在这呢 这下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定期献血为健康加分 不管什么行 无常献血最有行 周期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义毫私利自闭 不以义毫私欲自累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媒报道 2023年台湾地区 诈欺案件发生数 比上年增加28.17% 让网友们纷纷质疑 民进党当局打炸队的成效 而民进党居民代沈博洋 8号在质询台上声称 台行政机构所谓新打炸专法 相关条文内容 有重复量刑的可能性不合宜 而这番说法更被国民党大酸 民进党打炸是在打假球 报道称 台行政机构于2023年上半年 推动修正所谓打炸五法 同年7月核定修正 新世代打击炸期策略行动 纲领1.500 宣称要从实炸 堵炸 阻炸 成炸 四大面向积极打炸 以减少诈骗受害案件 但脸书粉专郑克爽近日发文指出 根据台警政单位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 炸期案件发生数 继37823件 较上年增加8314件 增加28.17% 其中 投资炸期案较上年增加5233件 增加79.99%为最多 他直呼 诈骗案逐年增加 稳定成长 打炸队果然名不虚传 许多岛内网友纷纷在贴文下留言讽刺说 民进党打炸寒寒而已 要不然一抓一大串 还有自己人 民进党当局自己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怎么打炸 烂当局烂透了 诈骗案件高发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荣泰一上任 就宣示打炸是首要任务 更喊话台立法机构 紧速通过所谓打炸专法 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手的没得花 然而面对台行政机构的打炸决心 民进党自家人却出来拆台 认为所谓新打炸专法和旧法 有冲突和漏洞 这位339-4 它本身就是一个交通炸期 那现在打炸专法这边 就是三人以上 再加上利用境外机房诈骗这边 又再加重二分之一 它等于是加重了两次二分之一 到底合不合一 就是这段发言 让国民党立马发图卡 质疑沈柏阳 这是在帮诈骗犯降低行动吗 沈柏阳还说 判人以上的炸击行为 不应该算组织犯罪 遭嘲讽 这难道是在打脸赖清德办公室 和台行政机构吗 沈柏阳的修法意见 代表赖清德的想法吗 卓荣泰同意吗 我想民进党应该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 立法最主要的权利就是要监督行政 国民党把这种充分的讨论 当做是什么执政党内部的互相打脸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宪政体制 还有我们的政府体制 完全的不理解 面对质疑 沈柏阳跳出来辩解 不料却遭到主则单位直接打脸 台媒称台湾诈骗猖獗民众更是深受其害 早已身无痛绝 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的话 听在被诈骗人心里 恐怕只会带来更多伤害 据台湾媒体报道 自4月3号花莲地震之后 花莲观光产业就一蹶不振 然而有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 却幸灾乐祸 称是因为花莲民众支持傅昆奇夫妇 所以要抵制花莲 此番言论立马遭到抨击 花莲观光业者担心 这样的错误思想 恐怕已经对花莲旅游业 造成了负面影响 端午廉价 花莲的七星潭停车场却空荡荡 游览车一辆也没有 周边摊商更是一天 只有几百元新台币的收入 4月3号花莲地震后余震不断 导致花莲观光产业一蹶不振 但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李建昌竟戏谑 称花莲观光业起不来 不是因为地震 而是因为花莲民众多数支持傅昆奇夫妇 他还强调算成这样的看法 甚至说花莲有的店倒闭了 要好好反思原因 你们政治操作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让它拆去来 政治我就不太清楚 但这会影响你们吗这样子 多少会啦 不然我们也是要生活 这种发言非常的民进党 甚至非常的新潮流 在自己的同胞里面 对于李建昌的言论 导致网友在其粉丝专页下留言痛批 难道没选民进党都是罪人吗 有种一辈子不要踏上花莲土地 那过去花莲长期被民进党看不起 花莲越烂越好 反正它不是我们民进党的执政的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民进党的政客是多么人血无情 在他们的心中 他们只有政治利益 没有人民 虽然李建昌事后在脸书道歉 但台没痛批 身为台北市议员 竟然扬言抵制花莲 这是最坏的示范 根本没有资格为民发声 在地民众与业者忧心 这样的言论已经实质上 对花莲旅游业造成影响 影响到 因为有些人的想法是 这个人不滑 这个地方一定也不滑 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冒标 地震关系 山峰那些的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 没办法开车 那就会比较少会想到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的一个立场 那我们观光产业者 其实是不分蓝绿 都非常欢迎所有的人来到花莲 一样所有摊商都开门着 等着所有的观光客 来到花莲这边来 针对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台北的市事评论员侯汉婷 侯先生 民进党籍议员称 因为花莲民众支持复昆奇 所以赞成抵制花莲观光 那么您认为 花莲民众这次的怒火会烧向谁呢 而从这起事件 我们再联系到所谓的 花东三法被民进党杯葛 您认为民进党是不是想 打击自己人 花莲的乡亲难道不是 民进党执政底下的老百姓吗 花莲的乡亲难道不也是 民进党应该要善待的人民吗 怎么会因为花莲 只是选出了复昆奇 所以民进党就要 惩罚所有的花莲人呢 就在在显示了 民进党是以经济作为手段 然后打击人民 制裁政敌作为目的 甚至呢是让老百姓作为痛苦 来当成手段之一 目的呢还是要打击政敌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照顾人民不是目的 打击人民 它可能只是为了要实现目的的其中一环 其实此言一出 包含所有的花东三法的杯葛与言当 最应该要出来说话 不是傅昆奇也不是国民党 而应该是民进党的肖美琴 别忘了肖美琴呢 也曾经在花莲竞选 而且呢据他自称 在花莲生根十年 后来也得到了非常高的票数 所以肖美琴在当初 2024年选举的时候 也积极的到花莲 来帮赖清德拉票 也确实赖清德肖美琴 在花莲不是没有票啊 那么现在肖美琴 是不是要应该的 来为花莲人好好地来道歉 跟解释 并且应该要严厉地来惩处 这名有不当发言的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呢 所以民进党就是渣男 骗完了票就不认人了 好 再次感谢侯先生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电公司连年亏损 累计高达近3800亿新台币 靠民进党的财政补贴 才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而如今呢 台经济部门主管郭志辉 却表态不支持财政补助 有岛内机构就预估了 台电如果想要不亏损 电价至少要再涨 40%到50% 这让蓝英明代痛批 民进党坚持 所谓非核家园的代价 是由台湾民众承担 不管民生小吃店饮料店 或是科技业都离不开店 可是台电连年亏损 台湾经济研究院坦言 如果台经济部门不补助 台电想要减少亏损 那么岛内电价 至少还要涨40%到50% 目前岛内发电成本 每度电核电1.5元新台币 风电6元多新台币 太阳能发电5元多新台币 天然气发电3元多新台币 这让岛内各界 一再要求民进党当局 检讨能源政策 不要盲目飞河 赖正义透露 如果核电使用到20% 电价涨幅有望减半 只是如今台经济部门主管郭志辉 与民进党接民在参序后 立场转弯 支持所谓非核家园政策 这让业界都很担忧 台湾的供电会不稳定 我们又要发展AI AI将会大量的使用电 那么所以台湾缺电的可能性 就会很高 全球不大敢来台湾 投资 对台湾的投资环境 将会带来不良的印象 他们要非核 然后他们要台湾人民承担 涨电价的代价 这就是今天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 来去害得我们所有全民 都要背负涨价的风险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显示 电价长期趋势还是上涨 每都电可能4到5元新台币 民进党如果继续紧报非核政策 恐怕让民生经济苦不堪言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都走到这一步了 他奴必须得拿下 队长也必须得见他 干吗 我只问怎么干 要活一块活 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们就是求个盒子 你就是杀了他 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孩子话不能说啊 风吹半响 6月9日起 每晚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8号上午 在平潭京井镇庐山村 两岸同胞齐聚村民委员会 包粽子品黄酒 参与台湾医生的健康讲座一诊 健健康康 欢欢喜喜 迎端午 本次活动 以礼岸传情暖人心 携手凝聚迎端午为主题 来自台湾的许氏中医传人 许维婷 首先带来中医讲座 从粽子的健康吃法 到端午前后食补药补 令在座礼岸相亲都受益匪浅 随后 他也和推拿康复师一道 为当地老人展开一诊 其理疗 我们刚刚用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一些去世药膏 然后帮一些叔叔阿姨们 他们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其实也就两三分钟 但是他就觉得整个轻松很多 他也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吃了很多的一些西药 但是也包括也看了很多的中医 但是很多的效果都没有达到一些去世的效果 所以刚刚有误导说 那他们这边的一些的 就是这边的群体 他们比较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去寒去湿跟去热 除了健康讲座 为迎接端午佳节 活动也组织了包粽子 品黄酒 台湾奴特产品抽奖等环节 我们这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平坦卢山村 来进行一个跟在地的乡亲们一起过端午 那最主要呢 希望通过端午节 宣传一个传统的这种民俗文化 更结合了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医议者 那也希望通过这场活动 促进两岸的交流 让大家能够新相连 情相细 缘分能够越来越深 大家互动的会越来越好 端午节就要到了 全台各地的粽子店也出现了排队人潮 许多民众一早就来排队买粽子 不过呢 就像大陆的粽子有南北之别一样 在台湾呢也有南北粽之分 各种粽子的做法也大有不同 由亮亮的肉粽一刀切开 咸蛋黄 猪肉 花生 香菇的内馅映入眼帘 在台北南门市场 许多民众一早来排队 就是为了买这一颗颗饱满的肉粽 大概就是翻倍成长 然后其实就是平时的客户就蛮多的 新北石门十八王公庙附近 也有八间以上的粽子店 端午节前两个星期就出现排队人潮 而且一排都是两个小时起跳 台湾中部的民众偏爱台中外谱 这间飘香四十年的肉粽老店 一早七点就出现排队人潮 一颗肉粽二十七元新台币 且每人现购两串 但金黄的饭粒裹着猪肉和菜脯等配料 让人实质大动 转个镜头来到彰化园林 古早微肉粽 小小一颗只卖十元新台币 价格不贵但用料实在 每天限量两千颗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排队 不过台湾北中南地区的粽子 也各有不同 南部粽子很太胡呆 我也不太喜欢 就是喜欢水煮的感觉 北部就是油饭而已 台湾北部粽子是先炒熟糯米再包馅料 外层有的用竹叶 有的用笋壳 再隔水蒸煮 南部粽子则是用生糯米直接煲 最后放进水里煮 两者的口感跟香气各有不同 而台湾中部的粽子 更像是南北粽子做法的融合 有人用生米 有人会将米炒到三分熟再包馅料 最后有的是丢进水里煮 也有的煮过再放蒸笼 将南北做法与口感融合在一起 不过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吃粽子 都偏爱传统口味 五花肉 咸蛋黄 栗子 香菇和花生 接收度很高 喜欢哪些鲜料 猪肉跟蛋黄 五花肉 然后蛋黄 蛋黄吧 然后花生吧 然后香菇吧 猪肉这样子 有咸蛋黄 然后有三层肉 然后加一点花生 五花肉我比较喜欢 比较不油的 当台湾的街头巷尾弥漫着粽子的香气 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两岸同胞 共同传承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台湾南部的水煮粽 还是北部的蒸粽 每一口都包含着家乡的味道 那是两岸民众共同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 在采访当中我们看到 台湾民众都偏爱传统口味的粽子 但不管是花生 虾米 还是咸蛋黄 菜府 这些内馅以及粽子的做法 其实都是先辈们从大陆带到台湾的 也寄托着他们浓浓的香愁 可以说一颗小小的粽子 不仅述说着历史的悠长 更见证了文化的传承与血脉的相连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份跨越千山万水 却始终温热于心的家乡味道 以及它所承载的两岸间 割舍不断的亲情与期盼 观众朋友们 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在节目最后 我们也祝福两岸同胞端午安康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 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